马太福音第十一章 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,就离开那里,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。 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,就打发两个门徒去,问他说,那将要来的是你吗?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? 耶稣回答说,你们去,把所听见,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。 就是瞎子看见,瘸子行走,长大麻风的捷径,笼子听见,死人复活,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,凡不因我跌倒的,就有福了。 他们走的时候,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,你们从前出到旷野,是要看什么呢? 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? 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? 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? 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。 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? 是要看先知吗? 我告诉你们,是的,他比先知大多了。 经上记着说,我要差遣我的使者,在你前面预备道路,所说的就是这个人。 我实在告诉你们,凡妇人所生的,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,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,天国是努力进入的,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 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,到约翰为止。 你们若肯领受,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。 由耳可听的,就应当听。 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? 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,说,我们向你们吹笛,你们不跳舞,我们向你们举哀,你们不垂胸。 约翰来了,也不吃,也不喝,人就说他是被鬼覆着了。 人子来了,也吃,也喝,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,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,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是。 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,那些成的人终不悔改,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。 哥拉逊哪,你有祸了。 伯赛大,你有祸了。 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,若行在推罗,西顿,他们早已披麻门徽悔改了。 但我告诉你们,当审判的日子,推罗,西顿所受的,比你们还容易受呢。 加白农啊,你已经升到天上,将来必坠落阴间。 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,若行在所多玛,它还可以存到今日。 但我告诉你们,当审判的日子,所多玛所受的,比你还容易受呢。 那时,耶稣说,父啊,天地的主,我感谢你。 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,向婴孩就显出来。 父啊,是的,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,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教父我的。 除了父,没有人知道子,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,没有人知道父。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,可以到我这里来,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 我心里柔和谦卑,你们当负我的恶,学我的样式,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,我的担子是轻生的。 疾人,学我的宿主席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